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还是决定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整个被骗的过程 一开始呢 主要是手机屏幕有一点点的裂开 被小乔治摔在了地上 然后我们就在Facebook上面找人修手机 找的是上门换屏幕的 然后联系那个人 那个人就一直说找接口一直不来 一直拖时间 说什么要吃饭呀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的 最后拖到半夜大概十点多左右 十点半左右才来我们家 只是换一个屏幕而已 一共修了700多麻痹 当天是给他的现金 然后由于那一天修完已经很晚了 我们没有怎么使用那台电话就睡觉了 到了第二天 我发觉那个电话卡卡的 就是屏幕按上去会比较卡 然后手机很烫很烫 就是用一段时间就很烫 到了第三天 屏幕就直接坏掉了 完全按不到 然后屏幕上面就出现那种一条一条的 就是你也看不清楚里面的东西也按不到 有人打电话过来可以听得到声音 可是按不到屏幕 都不知道是谁打过来的那种 然后我们那天就联系了 那个给我们修手机的人 Facebook上联系的 那个人也是一样的 一直拖时间 然后讲什么来不了我们家 怎么怎么的 然后约我们去KL的一个商场的咖啡馆见面 然后时间也是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九点半这样 然后我们才在上KL的一个咖啡馆 见到了那个人 一直到在KL的咖啡馆 给他修手机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他是骗子 然后他拿着不知道什么那种电的东西 在那边就是这样修我的电话码 然后修到突然间全部黑屏 开不到机了 他就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 他就说不是他的问题 就是意思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不管这个修手机的人的事情 我就奇怪了 我屏幕没有换之前 我手机好好的用到好好的 我给你换了屏幕第三天 出现这样的问题 给你修了又开不到机 你还说不是你的问题 那我当场就说 我说那你退款了 他不肯 他还跟我说 说让我把这台手机当成零件卖给他 他给我两百 我当场当然没有同意了 然后他就找借口说要去附近 找他的朋友拿电池 帮我们换个电池 再重新帮我们检查 然后就走掉了 走掉了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九点半间的嘛 修到差不多十点左右 商场已经关门了 我们也没有地方去 就在车里等他 一直到我们等了几个小时 他都没有回来 我才发觉 这应该是一个骗局 如果你们有遇到跟我一样的事情 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个修手机的人 他可能是故意弄坏我的手机 然后他第一 已经赚了七百多的维修费了 第二还要我们把我们的手机当成那种零件 卖给他 等一下他回去 把我的手机自己再拆拆装装 再当成二手机 再卖给大家 因为我那个时候 Facebook找的时候 有看到他主页也有卖二手的iPhone 大家以后修手机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的上当受骗 我用自己钱包的教训拍了这个视频 就是为了提醒你们 而且这个骗子他很聪明的 因为他是上门维修的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他Facebook的资料的话 就只是一个手机的照片 一张iPhone的照片而已 没有真人照片的 然后也没有留电话号码那些 然后名字的话就是维修iPhone手机 这样而已 然后钱又是给的现金 不是网上转账的 如果是网上转账的话 还可以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他是只收现金的 所以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当然也没有收据了 而且他很聪明的 每一次都是选择晚上很晚的时候 CCTV根本拍不清楚他的脸 加上现在又是戴着口罩的 所以根本看不清楚他的样子 只能知道他大概的体型 那种中等偏胖的 比较壮的 头发比较多 比较卷 戴一个眼镜而已 其他的根本都不知道 现在社会呢 网络很发达了 然后很多人靠Facebook啊 这些来做生意 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好的例子而已 大多数的肯定还都是好的 毕竟每个国家都是有好人有坏人的 上门修手机这件事情是一件真的很方便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去到外面 也不需要把我们的手机交给苹果店 只是我运气不好 遇到的是骗子 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鉴 不要像我一样的被骗 我们现在去买着新手机 因为之前那个iPhone X被那个人修到开不到机嘛 然后今天我们拿去修手机的地方跑了几家问 报价都太高了 那个报价加上被骗的七百多块的话 已经足够买一个新手机了 而且修好也只能恢复到七八十 恢复不到原本的样子 现在手机还在修手机的店里 因为他们拆开检查嘛 装回去还要等40分钟 所以我们趁这个时间赶紧去买个新手机先 你们千万不要像我这么愤啊 虽然上门修手机真的很方便 你再加它就来了 可是没有service也没有保证 也没有保修什么都没有 遇到问题的话只是自己吃亏浪费钱 好像我们这一次损失了七百多 再加一台iPhone X 现在买着新手机 新的华为P40的话是两千多嘛 加在一起总共损失要超过五千了 我们现在到了商场了 去看一下华为 这一层呢都是卖手机的 各大品牌都有 现在我老公打算买这台3899 还有什么颜色 这个吗 还有蓝色金色 还有虚弱 虚弱是比较好 你看你要什么颜色了 这个磨砂比较适合你 这个是磨砂了 这个磨砂你出汗了 这台管理第一是什么 然后这个它是比较亮一点 是深海的 这个跟这个是什么 这个跟这个是什么 拖的 这个跟这个 意思是拖的话 可以照顾汗 然后浮汗 给你们看一下乔治妈妈的身高 现在进店了就打算买P40 Pro了 3,899麻痹 3,899麻痹 黄色 挂了iPhone 找了iPhone 这4,8两会贵吗 嗯 蛮贵的 不过我们最近有一个保价 我们要购买点sq 一年吗 还是 我们加了一年 总共是两年 两年了 还有你妈的帽 别急 如果你的购买有问题 在这里的话是不用签的 那边购买很多市的话 都是199 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免费试试的贴摩 原来华为是一开始就有贴了我的 然后有给一个手机壳 嗯 手机壳 套上去了 可是原本就可以的手机壳 OKOK 在browser这边用 按next upgrade 直接google.com就可以了 你直接进去这个google.com里面 它还是有google sister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你就登入你的账号 登入完你账号过后 你就按这个tobos desktop size 换成电脑模式 一定要用电脑模式 不可以用那个mobile那个模式 然后再用mic 可以用吗 可以用吗 这样吗 就是它要换成电脑模式 不可以用那个移动版的 因为移动版 那gmail也没有吗 gmail有有有 可以log in gmail是这里已经log in 可以log in的gmail gmail是log in gmail你就可以了 那我把你调回中文 小点下 帮你设置一下 下载东西 下载东西就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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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update吗 可以自己可以update 然后它华为原本的那个store 也是可以下载 对 华为原本的store 也是可以下载 所以里面的话 它这个是它其中一部分的软件 它有它有分的吗 好像那个iPhone有分 那个Apple ID是中国跟马来西亚 然后你就会下载的东西不一样 华为有分吗 华为的话它是自己 没有分的吗 没有分是它是用gmail是吗 它用gmail 哦 Appscore在这边 它是你可以选你的 可能你可以选你自己在的 国家 国家 然后它的东西也没有 好啦 我们已经 该设置的都 开不到 怎么开哦 华为怎么开啊 开不到 按哪里啊 哦 按这里了 该设置的都设置完了 怎么打开的 不是这样的 哦 往下的它是 然后让它帮我们设置到 尽量接近iPhone 没有用过华为 怕我回去不习惯 所以设置成这样 然后软件也帮我们下载了 现在等着给钱了 这个是它送的东西 这是放在车上的 无线充电的 那这个这个也是要把它电充满了才能充电 这个也是要连一根线插着它才能充电 还是 一定要插着的 插着这个东西 然后才能充手 这个只是可以给 这个可以给iPhone吗 这个吗 iPhone iPhone还是可以 可以啊 四手机都能充 对 我看一下还有其他的 然后这个是 摄像头 这个是speaker speaker你可以回这边 看到那个 这个是 花瓦便 就送这些 就送这些 4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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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8 5298 6298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